王俊凯从9月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以来通告明显变少 从炙熟和热的明星转换为学生身份 王俊凯显得很坦然 他在采访中也提到过 希望在大学好好学习 学到真本事 他希望自己未来更多的是靠实力 而不是青春 今日有网友爆料 碰见王俊凯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校食堂和同学一起吃饭 看来小凯已经很好的融入了大学生活 不过去食堂还要吃饭 还要戴着口罩真心不容易 11月10号王俊凯在个人微博账号上 发布两张自己的自拍照并配文 2017年的雪比往来的更早一些 照片中王俊凯头戴滑雪镜 面对镜头 眉眼清秀 气质舒朗 眼睛似能说话 少年一起可以说是超级迷人了 粉丝也在评论区真情实感的 写了大段文字进行表白 从几十万到三千万 看着你长大 陪着你一路走来 真的是一件很奇特 很幸福的事情 我们一路停停走走 有离开也有一直在的 很感谢自己是后者 金凯啊 一直唱下去 我们会一直陪着你 凯谢还要在一起好久好久 期待你的个人演唱会那天 永远为哥哥打长途电话